卡扎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巴佬 不过 这是一个有想法的香巴佬 1969年 卡扎菲带领自由军官600勇士 把伊德里斯赶下台 坐上了利比亚国王的宝座 那一年 卡扎菲才27岁 有想法的香巴佬 当上了国王更有想法 他决定干几票大的 把联合国五大警察都给得罪了 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卡扎菲一上台就宣布 前政府与美国和英国签订的所有协议 全部作废 为了恶心美英两国 还把原来大街小巷带有英文的指示牌 全部更换成只有阿拉伯语的指示牌 你以为卡扎菲只会搞点小动作 大错特错 他只是一步一步地来 一步更比一步疯狂猛烈 见美英政府啥反应也没有 卡扎菲命令军队 开赴利比亚境内的布鲁克英军基地 和惠勒斯美军空军基地 让英军和美军立即滚蛋 两国军队只好各回各家 利比亚原来大多数天然气和石油 都有美英两国的公司控制 卡扎菲赶走了两国的军队后 立即就收回了原本属于美英两国公司手中的 天然气和石油公司 英国媒体认为卡扎菲太过分了 对卡扎菲提出公开批评 卡扎菲一怒之下 把这家英国媒体给炸了 1984年 利比亚的卡扎菲反对者 在伦敦示威游行反对卡扎菲 卡扎菲命令本国驻伦敦大使 直接枪杀游行群众 并把一名英国女警察给打死了 得罪美英后 卡扎菲随后自封为非洲之王 称为万王之王 领导非洲各国同法国天天扯皮 把法国也给得罪了 里根上任后 在联合国主导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封锁 禁运利比亚石油 切断卡扎菲经济命脉 先困住卡扎菲 卡扎菲十分不爽 一年后制造了维也纳机场恐袭 和罗马机场恐袭 两年后 卡扎菲逮住机会 把美军三架战机给打了下来 里根政府十分震怒 决定好好教训 教训这个香巴老国王 里根还没来得及教训卡扎菲 卡扎菲就又给里根 整了一个幺蛾子出来 把在酒吧喝酒的 五名美国大兵炸死了 里根旗的吹胡子瞪眼睛 4月7日 里根下令 准备空袭利比亚的 离波里和搬家系的命令 美军海空部队 立即就行动起来了 八天后 150架美军战机 直扑利比亚 三大航母开服利比亚附近 进行补给和后勤保障 当天午夜一点过 24架F111进入利比亚上空 轰隆隆 轰隆隆 迪利波里和搬家系两地 到处传来炸弹的爆炸声 利比亚的高射炮 也立即如万箭齐发般 射向天空 但是这些炮弹 只能够在距离F111 很远的下方 变成绚丽的烟花 20分钟后 美军150架飞机全身而退 而利比亚两地的防空系统 机场和军营等 被炸了个稀巴烂 卡扎飞自己只受了点轻伤 两个儿子被炸成了重伤 仅仅一岁多的杨女被炸死 卡扎飞算是幸运的 原本她是非死不可的 美国在阿齐西亚兵营 锁定卡扎飞后 最初的计划 是用GBU10直接把他炸死 但是这种激光制导炸弹 太重了 有一吨多 飞机拖不动 卡扎飞才死里逃生 被暴揍的卡扎飞心有不甘 秘密安排恐怖分子 报复美国 88年制造了洛克比空难 不仅让泛美航空破产 还炸死了189名美国人 和70名其他国家的公民 卡扎飞把美英法 得罪了也就算了 他竟然进一步得罪了 几乎毫无交集的中国 甚至支持他的苏俄 卡扎飞已经来到了死亡的边缘 1975年 乌干达恶人阿明 悍然出兵坦桑尼亚 没想到 被坦军打了个鼻青脸肿 阿明憋着一肚子火爪 卡扎飞帮忙 卡扎飞想都没想 就拉出军队来替阿明出头 坦军是经过我军调教出来的 其战斗力可以想象有多恐怖 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打一双 1979年 阿明和卡扎飞同时被坦军打趴下 卡扎飞被打懵了 面壁思过三年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告诉中国 他将访问中国 中国彼时也有点懵 咱俩没啥交情啊 不过 东方大国是礼仪之邦 开始安排相关接待工作 到了预定时间 我方发现 按照计划的航线上 根本就没有出现一架飞机 难道卡扎飞不来了 不来了你也得打个招呼啊 询问利比亚外交部 对方回应说卡扎飞已经来了 这边卡扎飞的行踪还没有着落 云南那边却传来了发现三架不明身份的飞机 这可是对我国领空的严重挑衅 当地军区立即起飞战机拦截 结果战机飞到这三架飞机附近时 他们却告诉我方 他们是利比亚的飞机 机上坐着卡扎飞 军区方面事先不知情 立即向北京汇报 北京让军区战机把这三架飞机护送到首都 到了首都后 我方接待人员已经在机场迎接了 但是卡扎飞却不下飞机了 经过与利比亚方沟通 利方告诉中方 卡扎飞认为中方的接待规格与他的身份不相匹配 中方虽然感到十分无聊 但是还是安排了一名人大副委员长 到场满足卡扎飞的虚荣 卡扎飞这才走下飞机 不过在下飞机的那一刻 就把中方接待人员给整蒙了 黑牙牙三百多号人 这是访问还是干架 我方再次保持 克制给卡扎飞一行安排了住宿 卡扎飞一行入住酒店后 半夜又整腰额子 说自己的女保镖今天过生日 要酒店给准备夜宴 酒店方面出于服务素养 也给准备了丰盛的夜宴 卡扎飞十分高兴 喝过头了 导致第二天与小平同志的会晤迟到 卡扎飞觉得是应该告诉邓小平 他那个大胆的想法了 他提出要购买原子弹 邓小平干净利落地拒绝了 这在任何拥合国家都使非卖品 卡扎飞十分不悦 纷纷离场 我方要求基于卡扎飞承接 邓小平笑言不用管他 在邓小平的眼里 卡扎飞不过就是一个街头小混混 何必计较呢 1978年春天 苏联还是冰雪世界 一个深夜 一架飞机突然闯入了苏联领空 老毛子可不是吃素的 两架战机立即升空 准备击落 这两架战机的飞行员还算十分冷静 他们升空后并没有立即向这架闯入领空的飞机开火 而是计划飞机一点 看看究竟是哪个国家胆子这么大 飞机一看 这不是利比亚的飞机吗 利比亚彼时是苏联的跟班 两名苏联飞行员打惊 幸好刚才没有立即击落 苏方飞行员向利比亚飞行员喊话 问三更半夜造访有什么事 利方回复 卡扎飞正在飞机上 有要事要同伯列日涅夫商谈 两架苏联战机 把卡扎飞的飞机护送到机场后 卡扎飞心冲冲地打开舱门 扫尸了一眼前来迎接的苏联接待人员 伯列日涅夫兄弟怎么没来 苏方迎接人员哭笑不得 你TM完突然袭击 咱伯列日涅夫老头子 还得24小时待命不成 当然 苏联方面还是礼节性地表示 伯列日涅夫明天就会接见卡扎飞 卡扎飞不乐意了 十分不满地回到飞机上 并关上了舱门 伯列日涅夫这边接到通知后 心想有啥时半夜三更要商量 不过 处于礼节和防止意外发生 还是立即准备接见卡扎飞 不过 伯列日涅夫还在赶来的路上 卡扎飞就跑回去了 卡扎飞返回飞机后 其他利比亚工作人员忙活了两个多小时 他们把彼时苏联一种矿泉水 不停地往飞机上搬运 原来卡扎飞夜闯苏联 就是为了来拿这些矿泉水的 矿泉水全部搬上飞机后 卡扎飞的飞机就直接返回利比亚了 留下年迈的伯列日涅夫独自在寒风中凌乱 包括上面卡扎飞在中国的荒诞言行 还不会让中苏同卡扎飞交恶 卡扎飞接下来就开始被刺中国和苏俄 苏联解体 卡扎飞开始投靠美国 为了获得美国的信任 卡扎飞公开支持台湾独立 这就完全把中国高层得罪了 得罪中国后 卡扎飞还闲不殆尽 直接支持车臣闹独立 俄罗斯脸都气白了 真想直接下场掐死卡扎飞 不过用不着俄罗斯下手了 2009年 也许是卡扎飞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 在连大上竟然直接对五大警察开骂 也许中俄可以忍 但是美英罚人不下去了 两年后 利比亚的反卡扎飞力量革命军 开始掀起高潮 卡扎飞大势杀害无辜平民 还找来犯罪分子 烧杀奸淫本国民众 美英罚等抓住机会 对利比亚进行了空袭 革命军趁此机会把卡扎飞赶向了台 卡扎飞开始逃亡 但是很快就被抓住了 革命军可没让卡扎飞好死 一边拍照 革命抓住卡扎飞后 一边脱行 一边用棍棒打击他 还羞辱他 围观的士兵更是一边羞辱 大约脱行了四十多米后 卡扎飞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 他也一边抹眼泪 一边求饶 最后 士兵们觉得玩腻了 砰砰两枪就把他击毙了 但是革命军高层 还要继续羞辱他 他们把赤裸着上身的卡扎飞 拉到一个商场的洞库展览 让人们前来拍照 卡扎飞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自己玩死了 而且死得十分凄惨 毫无一个人的尊严可言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惊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史 回复001即可观看